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麻婆豆腐的做法 首先要用的食材有 肉末姜末蒜末葱花嫩豆腐 豆腐一定要买这种稍微嫩一点的 然后改刀把它给切成小丁 全部切成这样 下面就开始上火制作 首先进锅加油 先把锅烧热 然后把烧热的油倒出 再放入少许冷油 把肉末放入锅中炒散 这种肉末是猪肉末 大家也可以选用牛肉货 炒散之后放入姜米蒜米 开中小火煸出香味 然后关小火 放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一点自己做的红油辣椒 稍微炒一下 豆瓣酱只有炒一下才可以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小碗纯净水 先用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放入嫩豆腐 这种嫩豆腐不需要过水 因为是我早上在街上买它 可是热的 这种豆腐本身就比较嫩 如果说要是再过水的话 很容易烂掉 让它晃动一下 用这个汤汁 把豆腐都给它盖住 现在放入半勺食用盐 加入老抽上色 颜色做的重一点 可以慢慢的推动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放入一些花椒粉 一般情况要不要放花椒籽 因为放花椒籽 吃豆腐的时候 可能会吃到花椒籽 嘴里面特别的麻 一定要把豆腐用这个汤汁给它煮进去 味道 大家看一下这个豆腐是非常嫩的 豆腐的汤汁快收干的时候 然后放一点生粉勾芡 让汤汁更浓 加入葱花 翻一下 现在几个猪肚装盘 大家看一下 一道非常美味的家长菜已经做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不吝点赞 即使 眼瞎 直到